不久前大众所公布的一支趣味十足的广告火遍了朋友圈 在这支广告中高尔夫R和已经点燃的火箭在同一赛道起跑点上 并且广告中显示高尔夫R和点燃的火箭相比竟然不相上下 大众所发的这支广告主要是为了展现高尔夫R风驰电车的加速性能 虽然在这支广告中运用了夸张手法 不过大众高尔夫R的加速性能的快速毫不夸张 毕竟大众高尔夫R的进取加速至100公里仅需要4.6秒 堪称光速也毫不夸张 大众还有一款高性能先辈告尔夫R 这款高性能先辈告尔夫R是在D7代小改款高尔夫的基础上所改造的 虽然这款新车是款改款车 但是小改款新车并没有对其他外观有过多改动 只是在前后灯组和前后保险杠上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小改款新车在动力上还是采用了原车所使用的EA888的2.0升汽油涡轮增压引擎 在运行中最高可输出强劲的310匹的马力 这款新车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静止加速至100公里及静止需要4.6秒的时间 最高时速可达到250公里 这款车在市面上所出售的高尔夫车系中性能最好的 大众原厂行销团队为了凸显高尔夫R的加速性能的卓越 因此才发表了这款虚伪广告 将火箭和一辆车进行比较 虽然另类不过效果还是挺显著的 这种另类行销全面展现了高尔夫R的强悍和加速性能 虽然通过对比来凸显其性能的时间很多 不过大众这种和火箭比较的可谓很独特